欢迎身体无线7点半一小时新闻 我是金盈 今晚的广华医院调查 BB女由保温箱跌落地事件 说有机会是护士不刻意打开了保温箱 BB女的父母说 仍然担心个女儿脑中的血块未散 影响发育和生长 也不满广华医院的报告 说院方事前一直没有提到有遮光暴 之前和医院有两三次的会面 他们都没有提及到有布去盖住BB的床 而导致可能不小心打开了按钮 令到门开了 而今次的会面 他们就说可能是有布盖住 都见到那块布是有重量的 是可以令到门关上了 所以我觉得不可能会打开了BB 慢慢地扔出来了